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圣诞节我也去堕落了 很不好意思啊 视频的话又是晚了更新 非常抱歉,因为像钢笔那种 我是体验做好的 那就直接录正题吧 是这样子,从这期开始 我们就开始画一些电影产品 那电影产品会画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套就是那个 smatch的一个kitchen set 那我们先,你们一样就 谷歌上面打那个 什么就是smatch 然后我们就先画这个吧 toaster吧,好吧 toaster的话反正就 你们可能就随便 我就直接这么找吧 一张这个 就一张的这个 测试,对吧 测试的话反正就 右键,然后另存图单 对吧,我就放在那个 哎,怎么放放在那个桌面上 然后那个top view 我们再拿一个top view 顺便教一下你们怎么去 那个,我们就画这个 这个你看,刚我们其实 哎,所以,刚有看到其实它是 这个是长的版本啊,我下载错了 应该要,我们应该下 就你看到一个是这个是四片的 这个是两片的啊,一个长一个短的 因为看前面那个这个 呃,对 你看到这也是两个的 所以说我们要 我们就说要回去找一个短的 呃,非常抱歉 所以说应该是这个 对,这个才对 然后另存图单一样 那这个我们就不要了呗 呃,然后我一边 然后这边 OK yes 然后这样子继续讲 呃,然后呢,这样子 就是说由于这个视频的长度 啊,我们 我说我们再输入一个top view 啊,拿那个顶色度 两个色度就可以了 反正什么颜色都行啊 呃,就是说因为画这个的话 它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 呃,所以呢,会这样子 时间长的话 呃,我尽量每一集 我控制在那个 30分钟以内 那你们方便你们快进 或者快退 那第一步我会怎么去区分呢 就part one 啊,part one 就会怎么样 就是说放片头片尾 对吧,可能会超30分钟多一点 但part two part three 我就所有的 就直接把这个 就不放片头片尾了 你们学也比较方便 那暂时我们就这么去定啊 反正就我尽量控制每一步在30 里面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呃,没看到时间什么的 好,那一个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非要不多说 呃,我们就尽量争取把这个整个 整套的那个smatch 就画 呃,smatch的一个画完 就一个意大利品牌 那我们可能toaster肯定画的 Juicer什么的 反正我到时候我会预先找一下 有没有top view 或者是一个side view 有的话我们就画呗 然后尺寸上面 呃,不用说呃,太在意说多精准什么的 反正优先是什么 要能画出来 对吧 呃,然后再下,呃,我们先把那个新牛打开 啊,刚刚两张图都在这嘛 对吧 呃,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点一下front view front view front view以后 点一下这个四个四川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再点这个小人头 对吧,看到了吧 小人头小人头 我们再选一下第一个 来,这时候就教你们怎么直录这个图片 来front view 就看到了吧 呃,然后我视频 然后就这样子 OK了吧 OK了以后 是吧 呃,然后你看到 呃,这一个size view有了 对吧 我们先这样子 呃,拉条线 拉条线 就是反正就 你们想拉多大就拉多大啊 看你们这个图 啊,我就 我先把这个front view给放大一下啊 然后这样子 呃,我们就看到这个形是怎么样了 呃,我们我们顺便回去那个看一下 呃,被一奇怪吃啊,OKOK 呃,真的是 这样子,呃,反正就打开一下 对,你看到他不是一个非常regular的一个圆形 对吧 他是有点,这里你看是一个比较方的这个 对吧 不是非常规整的一个圆 对吧 椭圆 但是又不像我们平常拉的这样子一个 对,就不像这样子一个 对,正椭圆 你对比一下这个 他这个地方是比较古的 就是说四个角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我们画的时候 我没法用呃,呃,非常常规的画法来画 对吧 那就我们先这样子 那我们拉条线是为什么 定了他的前后那个点 我们知道大概是这么大 对,呃,因为尺寸那些的话 呃,先不用管他吧 以后你们自己画的时候就会有尺寸了 对吧,呃,然后一样 我们先这样子 然后画用这个曲线工具 对吧 直接点一下 呃,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一样,呃,你们把这个曲线 给调整一下啊 因为这些东西 像打开F10 控制点啊 打开F10 的时候控制点 然后这些东西 记得N 记得对好哦 那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 呃,那这个圈圈 你们就有了,对吧 那再下来 呃,我们还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曲线呢 对,这一个 顶,顶式的 当然这两个曲率,呃,怎么讲呢 呃,你看的调整就好了 先不用说,呃,有多精准什么的 因为你画,暂时画的话 呃,反正也可以画一半的 这样子,也OK啊 那,呃,我们还是画一半吧 呃,因为到处的镜像嘛 但是我通常比较喜欢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一个曲线啊 那我们画了到大概拉到中间一个地方吗 可能到大家看的比较辛苦啊 呃,然后F10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这样子 我们,呃,这个pom,对吧 呃,然后mid,对吧 我们先拉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吧 比较远,然后这样子,呃,mid 对吧,mid,中间嘛,对吧 然后这里也一样,选这个点啊 记得,你看到我这里pom,mid,两个都开了 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 点不了,呃,不可能说,呃,找不到 然后就int,对吧 那我们就知道什么 两个现在是一个水平线上 这也说过90度啊 不然的话 你到时候那个线出来 就会有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曲面的话 就是不会折了一下,对吧 呃,等会可以在时间一边给你看 啊,你这时候就看到,哎 对,没关系 这里不是不用哪个 为什么 因为上面我们回去看 这里它是一个pom的一个 但是,呃,曲率我们保证上面一样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规整的形状 所以这里有点点偏差没关系 为什么它也是两种材料 正常你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形状 反正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呢,就我们就继续,呃,那个继续画啊 那再下来的话 这一张的话 反正你呃,在我导入那个顶视图啊 顶视图导入的时候 我们一样把顶视给导入 呃,反正大概换换一个 呃,放一个位置吧 哎,这个拉大了 没关系 完全真的没有关系 然后是一样这样子 我们就 这样子 也是曲线工具啊 曲线工具 然后就一样这样画 呃,反正就 大概拉好几个点吧 反正就是到那个终点结束嘛 对吧,呃,终点结束 反正我们先放到一边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终点 是不是对齐的 反正保证它是一个中 呃,就是说中 这两个中,中点对齐就好了啊 呃,因为呃,我们建模 首先保证它一个完整性嘛 对吧 然后这里的话 反正就拉好一个这样子行 对吧 呃,先拉一拉啊 反正就接操作 我会给加快 因为你们这个东西 你们都懂我在讲什么 我相信你们都在 都在懂我在讲什么 那我们那个线 其实你们应该也就看到了 对吧 那你看,呃,反正就尽量拉的差不多啊 呃,尽量的呗 反正就差一点点也没什么关系了 我觉得 呃,然后 啊,还是这样吧 画 呃,还是画一半吧 好吧 画一半,然后进场过去吧 你们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 那就画一下 我我哪 呃,给你们讲讲 这个呃,可以这样子的 点一下这个点 我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啊 meet 对吧,终点吗 对吧 然后我这时候已经选上黄色这根线 然后选这个 呃,sprit 然后呢 点一下这个点,哎,右键 对,这个点可以自动 可以用设计,呃,设定这些点 对吧 用来方便你什么 捕捉一个新的一个点 或者是说,呃,捕捉一个怎么讲 就捕捉一个,呃 就是说,呃,比如说焦点 对吧 有时候焦点,它很多个都是叫焦点 对吧 然后就是设定好几个点 然后就放在那边就OK了 那我们要的就是这条曲线 对吧 那这条曲线我们有了 那就很简单 我们顶视这边这个图就不要了 对吧 就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 但是你记得,呃,不要 对 你就反正就记得开的时候 top就打开 不要把这边 也就是说套用出来 不然的话到时候很麻烦 不骗你很麻烦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找其中一个点 对吧 呃,然后,呃,对 要保持好 对 你看到这里 检查好对 所有的两 呃,这边对 就是说啊,这样 那这时候拼差一点没有关系了 然后选这个移动工具 move 然后选一下这个and 也是crute 对吧 那反正一样 没有没有差 那这时候还要 那这时候我们画的身份之一对吧 而为什么要保证它全后对称 不然其实说说我真的是喜欢这样子 一条完整的这样过 当然,呃,你也可以用数值把它那个弄成 就是说完整的一个 呃,完全完全规则嘛 对吧 呃,然后我们继续下来 啊,一样 以,呃,就选那个什么 整体说办工具 然后就是一 呃,两个点分别就前后两个and 吗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半个圆了 对吧 半个这个圆形形状 是吧 那半个圆形形状的时候 我们再下来 呃,再镜像一下 镜像一下 对 然后就把这个圆给连接一下 呃,这可能比较快 如果下次我真的说太快 你们给我说一下 我就尽量再做了再清楚一点 因为很多超出有时候真的自己没有注意到 呃,然后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 基本的圆形了 你看 就是从一个尽量把它弄成一个规整的形 你看四个边它一定没有重叠 而且 呃,我们打开控制给看一下 你看这个点还是非常干净 不算特别多 那这时候哎 大家懂的同学都知道我想做什么 对 呃,呃,对这个 呃,单轨路径 呃,我在超出那边给大家看吧 呃,点一下这个 呃,单轨1 然后,呃,对 一起选就可以了 但双轨的话才要分开 呃,双轨也是一起 然后这时候 呃,呃,OK了嘛 对吧 我们有两种方法 你呃,通常是这样子 呃,画的时候是一个整体 那顺便给 现在给大家讲一讲一个加厚度的一个面 直接加厚度 当然是简单的 就这个offset,offset surface 对吧 就是说 你可以往内也可以往外 你看 那这个off,那现在你看到 哎,对 他就是说按着这个 就完全是一个什么 呃,斜面 就是按着这个曲率 也就是说 呃,这个面和另外一边 他就是我现在点上线的这个面 他一定是90度角的 你看下面 对下面的话就完全直的没有问题 是吧 那呃,还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就是说 呃,不好意思 那如果我现在不抽壳 还有什么方法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因为你是一个 平,呃,铁块给把它冲出来嘛 对吧 那冲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是说冲的形状 那这个边 那你看到 像我在把它补面 对,刚刚这个补面工具啊 呃,通常 但你们画用哪一个都没有问题 我先澄清 你们画哪一个都都行 那厚度我们选一吧 其实正常干板厚度是0.5到0.8 然后你看这个 对,这个就是 哦,好吧 呃,不好意思 那一个 就出又出问题了 就有时候 有时候数字的话算的不是很清楚 就会这样子 啊,你看到 那这里的话 呃,好了 0.0.08 正常的话就是说 哎,你看到了 那这个厚度 你看这一边的话 它应该是平的 在而说 对,这一块这个面 我们回来这里看 对,你看到完全是平的 没有透进 没有像刚刚那个 我们还原一下 嗯 嗯 对,还原回去 我再给你们做一遍 从这个 呃,从那个 front view我们能看到 哎,你看到 对,这里就写的了 看到了吧 那我们回去一下 这就是一个 就是说 这就是差别了 就是一边是写的 一边是平的 那你想怎么画 呃,我觉得都可以 没有差别 这个真的随便 因为你画外观上面 呃,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只是告诉你说 这工艺的时候 你有时候画起来 它是平的 但做出来它不一定是平的 这是一个工艺上的问题啊 比如说你们画的时候 要当然 有一这个需要 那个一定的那个 呃,知识累积嘛 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啊 我只是顺便告诉一下 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以后可以多讲一点 就工艺上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0.05对吧 呃,0.05 就是说做一个 比较薄的一个厚度啊 然后这时候吧 有这个厚度了,对吧 那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呢 呃,这样子 呃,我们先画平的就可以了 不用画的那么怎么样 复杂啊 因为我觉得画复杂真的没什么意义 那就啊 我们现在就是底部不管它 然后我们就抽上面那颗就可以了 那厚度我们选1吧 我通常就直接选1 但是它这个好像还是会 那个自动给我们选了啊 没事 那就还原回去吧 那这种小问题的话很正常 或者先不用打开这个厚度吧 这样子我们去抽取这个线 反正画的时候 你是不是实体也没有关系啊 呃,那现在还有一个 讲的一个新的工具 这样子这个 投影就是说投影project的一个 你们然后点开第5个 然后第5个时候选一下 哎,对 然后这时候你看两个线 对,呃,选取边缘线 它可以就说吸取你边上的那个边缘线 这样子 那这时候按照control 把这个线取消掉 取消选择 然后这时候按delete 那个线对 我们不要了 那这时候还要干嘛了 对,呃,这样子 再画根中线啊 再,呃,再透视这个图画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的话,呃,选择,呃,怎么说 比较方便选择啊,这样子 然后一样把它剪成两半 这时候 因为我们本来做底部线嘛 你看这时候上面这根线我们也有了 那一样把它剪开一下 呃,有时候会有一些操作问题 呃,你们,呃,对,非常不好意思 呃,因为有时候真的 我自己也不是 不够那个足够熟练的 然后这时候把上面这根线 我们先镜像一下 镜像一下以后会这样子 呃,我们一样把它连接,哎,对 然后,呃,我们这次 哦,不知道之前我们跟你讲过有点久了啊 这个loft,呃,loft 就是说放养中文教 然后我们点上这个 一,二,三 对,顺,顺一点就可以 哎,你看这个曲面出来了 哎,你看我们这个 对,toaster外星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很快 而且这个面你看 非常干净 我们整个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曲面什么的 你看刚刚其实折了一下 其实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它是分开两个键 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折 那呃,放养我顺便给你们讲一讲吧 放养讲一讲 这样子,呃 比如说我现在要有两个 一个圆的一个方的 对吧,然后我们我就拉一下 然后我重复刚刚那个功能放养loft 然后选透视 然后你们选你们就懂了 就是说反正他就是说啊,你看到了 他就是说两个 然后自动给你运算好 就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他组合方程,那这个是竖,竖型的啊 刚刚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 很很像的 一个是竖像的 那这个的话 你现在其实看到我们刚好方样是什么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就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给他个顺序 他跟双轨不一样 双轨是先选 ABC的轨 然后再选BD 对吧 就是一三和二四 就端数和双数 就这样子 好,那一个就废话不说那么多了 废话真的有点多了吧 非常不好意思 然后再下来我们回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toaster 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那个没有想过怎么后 我现场想到 然后现场给你们画的啊 然后再下来那一个 这个字 我觉得就不用弄了吧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做了 也是很简单 我们就自己直接画下去就好了 那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有点那个 你看到行不是特别那个对准 然后我把我是平常是开了这个 就是说双向拉伸 那这个关掉 所以说有时候你看这些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要太在意 然后再下来的话 你看这个圆形也有了 也就是说底座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有了 OK了 然后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等会再去看一下那个 这个就是说拉杆等等 Local的这些的一个细节 等会再弄这个不用急 一样 然后这时候我们一样 画一个这样子行吧 就是说按着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的话不是 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规种的 那但是这里肯定是平的 先跟你们说 这里肯定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顶事 你们对一下你们自己的图 有时候要对着好你们线是不是值得 那现在你们看的比较辛苦 非常的保险 很保险很保险 我也不想的 那有时候你看我现在这么拉 我可能会拉高点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这个边比较薄 那我就知道是说 我可能也是需要拉的薄一点 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我可能说会对准一下 一样 然后这边也拉一下 然后尽量跟它这个座位比较接近 但是这个真的说实话 时间问题 我就不会说做的非常精准 就外观一模一样 起码你们知道这个线怎么画 怎么做 重点这个 然后剩下的一个细节调整问题 你们自己去把它完善 就我要教你是这个建模的一个什么思路 这个是我想做的东西 你看底部有这个线已经OK了 对吧 那OK了以后 我们先把这个壳给抽掉吧 好吧 为什么呢 如果先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演示一下 这个反正就一嘛 对吧 然后我们抽壳 这次的话就双线拉伸 双线拉伸 双线就可以了 OK 你看到 那一样 1 然后选一下 剪剪剪辑 2 你看 就剪了 这样子 那如果是说 呃 我们刚刚没有抽壳 对吧 就这样子完善了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了 呃 其实你们也有想到了 所以说有时候 你们建模那个步骤思路 要想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先想好你们在建模 啊你看到 对 这里就拆成三个面了 那如果我再剪的时候 呃 或者再剪 呃 先留着吧 然后再剪你们就懂了 然后一按呗 呃 我们就这次这边的话怎么去做了 很简单 就这样子 呃 呃 有时候外观反正就呃 因为你再去找一个前视图再去对 你们看到 这已经是一个圆形了吗 那有什么问题 对非常不好对位 有与其你去纠结这个 那我们用一个更更简单办法 就是说呃多调整几遍 然后直接去改啊 就这样子 呃 一样左右两边的点啊 我们选上啊 你看我我就选边的这两个不用动它 你因为它是直线 你不用管它 呃 我们要拉到一个合适的一个长度 选上终点啊 左右拉 反而保证的是一个什么 呃 呃 就是说一个距离啊 呃 反正就 你我看 我现在看好像不是很够 那我再多拉一点这样子 那这时候 反正你看我曲线也不会拉的很准了 但是呃 你们自己如果好好画的话 我觉得也是呃 会 就是说可以画的比我准很多 说不定呃 最后模型肯定你们也能画的比我好啊 你看到 这时候会怎么样 撞了对 撞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简单对 把这个曲线调整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从测试这边的话 这个肯定是对的 对吧 当然是大概对了 你要再精准 也可以了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呃 我们重点是要把这个模型给画出来嘛 对不对 呃一样 然后我们我们就再再调一下啊 就是说再往往内调一调 然后这几个点呃 这几个点对呃 我就相应了那个右键对吧 呃因为我刚刚重复一个拉伸功能嘛 然后一样再给他调调呗 调完以后再拉伸 来看看呃能不能刚好剪 啊你看了 对 这时候有落个小脚了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剪了呗 那就我们先把这两个群组一下啊 因为现稿我们都在了 那这时候我们群组一下 来讲回去 就看看那个文 欸 对 谢谢 谢谢 Alb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